Hero跟九折彻底决裂 发文辟谣直接挂上九折 直言他存在带节奏 老林也是回应跑路传言 但Hero有可能是在找新教练 九折直言他们自食恶果 伴随着Hero赢下XYG 保住自己去打卡位赛的希望 俱乐部也是第一时间发文辟谣众多事情 包括Hero没有买过非热搜 小异的转会费用跟酒库屏竞评出 不存在天价转会费的说法 酒库转会双方俱乐部都在积极推进 并没有什么阻碍行为 选手的日常餐食均都有保障 老林并没有提前指导过比赛 并且俱乐部目前没有在找教练 这条辟谣还附带上了九折 直言他存在带节奏 对此老林也是直播做出了解释 目前他们团队没有任何跑路的想法 但跟Hero签的是短约 双方都给自己留了缓冲期 其实就是后路 不过老林直言Hero找新教练是他们的自由 言外之意就是找了也没关系 合则两立不合就散 三兄弟 三部 三兄弟 这是什么情况 我在网上听说 Hero越来找教练啊 哪有这回事 我必须要来讲一下这种情况啊 首先第一点 俱乐部已经找我聊过这件事情了 压根没有这回事 让我打敲这个部门 请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 第二点Hero找我们的时候 是有想和我们续长约的想法 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来一下 你暂时先过来帮帮忙啊 给双方给彼此一个缓冲期嘛 你说是吧 是 然后这个退一步讲 我觉得现在这个找不找 其实都是人家的自由嘛 对吧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接着奏乐 接着武 然后就是九折也没闲着 发文后面会开播 跟重教练谈心 估计是会选择硬刚到底 而他之前就说过自己没损失 反而是管理层自食恶果 只不过股份没套住 没办法脱身而已 并说到老林下奥寒 其实是帮他保住了身价 心狠有自己的想法 言外之意 下个转会期 他也有可能想 谁压力我的就让谁买 总之他们也是自食恶果 我也不觉得 我走的是我的损失 我觉得我有兴趣 能说曾经的股份搭在里面 现在有点深陷泥潭 知道吗 只能说是 现在股份卖不出去 是损失 这个是损失 但是我现在只能说 是我在等的 对吧 ROC顶奥寒 这波下奥寒的操作 其实变相的给奥寒 保了一波身价 ROC是在奥寒这个点上 ROC是工程 五寒王直接身价一保 直接控制变量 保住身价 心狠就不知道了呀 应该也有自己想法吧 心狠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孩 你别看他 长得呆呆的 但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总的来说 HERO是跟老林说 没在找教练 但老林直言 找不找都是他们的自由 加上本身签的就是短约 谁也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会如何发生 只能说 老林带HERO是有起色的 只是这赛季 真没有办法崛起了而已 至于九折现在就想卖掉股份 完全跟HERO脱离关系 另一边管理层 也是没有顾及了 直接挂上九折说他带节奏 反正各说各的理 最后大家觉得 九折会选择跟HERO硬刚到底吗